上一集講到日內亞是宗教改革的角色 當然要去看它們的教堂才圓滿 押納在一個小山坡之上 我們慢慢走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嘉二汶除了对宗教很有狂业之外 他对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都非常之有手段 相对很多宗教改革者 很多都被当权者或者教会 判处死刑甚至是火刑等等之类的酷刑 嘉二汶不单只无需在当权者手上 他还和当权者好好地合作 将反对他的势力打压尖 虽然这一部分有点争议性 但你不得不佩服 很多宗教改革家一通常都不得善忠 嘉二汶不单只可以长命白睡 亦都在日内亚当地享有很宏伟的一个声誉 这一座这么宏伟的教堂 记载着他宗教改革的时候 一些非常之关键的一致 因此到了今时今日都仍然乐意不绝 乡鼠鼎声有很多人过来参拜他 和一般新教会要求他的信徒 过一些比较简约和折检的生活不同 约翰加二汶觉得 财富是上帝对人类辛勤努力的奖赏 而人类努力工作就是报答上帝 给予他的这一项技能 尤其是在宗教改革的后期 有很多欧洲国地受到打压的新教徒 都被迫害而驱逐出境 加二汶就容许日内亚收留这批难民 带来了很多银行家、售工业作家 最初当地市民很反对这批移民潮 但是加二汶就用他很强大的说服力 去游说当地政府和市民去接纳这批移民 结果也创造了日内亚今天这么有成就的金融业和中标业 进来你会发现这个教堂的装饰元素不是很强的 因为当时新教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觉得原先 罗马天主教太腐败了 因此他不可以弄那么漂亮的装饰 因为你想想看很漂亮的装饰 其实全部都是信徒捐钱给他 他觉得既然你有那么多捐献 为什么用他建筑而不是用来救济穷人 又或者做善事呢 所以新教徒就布袱式地打烂了教堂里面所有的装饰品 他们称之为毁坏成长运动 你看看这个历史 其实中国和欧洲是有惊人的相似的 欧洲在500年前都发生过这种集体失常 不过中国就没那么好处了 去到近100年文革毛泽东时代都仍然喜欢打烂 今天的教堂虽然已经没画的装饰 但有一样东西仍然是漂亮的 就是他的窗花玻璃 哥德式的窗花有很多symbolism 例如红色的背景就是基督的仙乱 白色的白盒就象征爱的纯洁 至于质液的玻璃里面看是这样的 他每块小月圈都画了性母身平的点滴 整个顺时针的loop就是他生老病死的圣经故事 最精彩当然是祭坛的玻璃窗 他只是那个窗框的拱形都排得很有韻律 而你仔细看每一块玻璃上的人像都画得很立体 甚至皇冠上的pattern和塔尖的装饰都可以呼应 日本哥德式的建筑都会很重视骨架瘦术的质感 中塔上面加了很多腐壁 而在腐壁的顶端也各自有尖塔做装饰 那就可以在有限的高度凝聚更加尖銳的感觉 而尖塔旁边有些皇童所扭成的骨架 那种TREASERY是跟刚才哥德昌花的pattern同一个系列 因此你看到他用同样的设计 但透过建筑师的创意 展示出一个无限的可能性 那么辛苦爬到中塔当然要登高望远 其实他的屋脚线是挺宏伟的 而背后还有一个很淡雅的亚伊卑斯山去做背景 至于再向前望就是日内雅湖光彩的喷泉 一个V字形的港湾从中国风水的角度来说 就是罪财怪不得瑞士那么有钱 当时新教挑战传统罗马宗教信仰的时候 进入很多不同的branch 汉家移民其中一个相信的就是所谓的旧属预定论 他就觉得原来人类有罪 而能不能够获得旧属呢 就是上帝决定的 所以就变成了他这个宗教个人认为 小小没那么好的地方 因为会令到很多人有个无力感 原来我这么辛苦去祈祷或做善事 最终是旧属预定 所以是你控制不到自己能不能够上天堂 那我还要做来做什么呢 也都解释了为什么日后加移民中 在那么多的信仰里面 是发展得没有那么全面的 但是例如你看回今天的新教 老德会、圣公会那些大派 加移民所获得的支持是比较少的 然后我们来到Prasan Neuville 这里有日南亚音乐学校 然后后面就是日南亚歌剧院 正后方是另外一个博物馆 不过又不是所有景点都需要那么吃力 欣赏那些建筑细节的 例如这里你只需要放慢脚步 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氛了 瑞士是擅长生产钟标的地方 所以他很多公共装饰的设计 都是和钟标有关的 例如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个花钟 它就是自称全世界中面 diameter最大的钟标了 上一集介绍名店街 女士就shopping过瘾 男朋友就等到抽筋 幸好日南亚是很多钟标品牌的总部 都要多得当年逃避宗教改革而来的工长 今天就有Pater Philip 江斯丹顿和Saneth Silbong 飘薄 白雀彪等等 是男女都满足到的寇物天堂 如果大家不够候 还可以去Pater Philip博物馆到朝聖 他是瑞士最出名和最贵的钟标品牌之一 博物馆收藏着他的collection 和很多古典的时钟 可惜里面不可以拍照和拍摄 所以上网找了这张图片 大家想感受一下就要亲自去旅行 今天点的菜式 他的做法就是把熔了的芝士倒在薯仔上面 那他试一下味道 好烟硬 他闻下去有点酥 但是没有芝士薄荷那么夸张 吃下去的鱼香比Magarita更多 有点好吃 今餐饭是很满意 一来食物很好吃 而且你不要忘记我们是日内瓦的街头 其实你什么都不吃 每天都走都觉得好气氛 现在连胃整个旅程都很圆满 看了这么多大路景点 现在带大家看一些off the beaten path的东西 这里是日内瓦的其中一个列车的后勤区 欧洲各国近年来都好像很流行 在铁路的维修场附近 建建一些新的建筑物 我们作为一个建筑物 当然不能放过 首先看最远处的这个 有个bar code 但其实bar code长生用来玩 应该不像百度的总部 即scan下去会出到百度的首页 但你可以看到建筑师有創意 至于平行四边形 原来它是一个spiral 螺旋转上去 即是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它向着你那两个环前面 而你在旁边看就可以看到它旋转 側面的结构 然后在旁边有一栋很简易的建筑 原来是一个学生宿舍 把学生宿舍建在这个地皮 有一个很symbolic的意义 证明这个城市重视教育 瑞士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都非常高 例如它将国境的一部分 列为国际领土 被欧洲核子机构建立一个 大型的粒子实验室 让它们去研究 反物质 暗能量 以至黑洞等等的奥秘 给个提示大家 如果大家从日内瓦机场起飞的话 尽量坐靠西南面的窗口 迎着那个啡色的大圆球 那就见到的了 这就是奥派山山 很棒 很漂亮的景色 刚才明知顾问 在瑞士水空飞行 当然见到阿尔比斯山了 而这个风景 作为我们瑞士之类的巨号 Fedrick和观众干杯 Cheers 我们下次再见